今天是第六 這兩天都有人約8點多打給我 問我昨天跟Datas怎樣 我都說都是陽性 他都是每次好機械式地跟他說 記得這幾天都盡量做快測 續兩天陰性就可以離開 今天因為晚了一點點 他就說明天早點起床 我們同事都會早點打給你 被人說 今天我已經檢查了 仍然是陽性 但是下面的線已經很淺 都看不到 明天7日會轉為陰性 明天8日會陰性就可以離開 太好了 終於回家了 今天早餐是三色豆漢堡 配兩個蒸包 就是這麼簡單 吃完飯之後 餐到下午才算 現在的時間是12點56分 拿了午餐之後又昏迷了一輪 看看下午今天吃什麼 下午吃這個洋蔥豬扒 其實我已經分不到它 到底是豬扒還是雞扒 吃下去的狗感完全分不出來 吃飯之後再看看做什麼 來看吧 其實我也很麻煩 已經到第二晚了 今天要7點多就要起床 因為今天被人提醒了 聽一見 今天是日七 今天早上檢查了快刷是陰性 明天如果還是陰性的話 就可以順利離開 早餐已經到了 我到現在還是吃不出 到底這個是豬還是不介意 這樣配兩個包裝 輕鬆自己的早餐 只有黑妝風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不斷吹 看看外面 看起來很漂亮 好像不是第一次這樣吹 前兩天都有試過 嗨 吃完早餐之後 滴不住睡衣 因為實在太早起床 睡了一會 1點或3分 今天午餐吃什麼 哎呀 好像臨酒之前還可以吃到一頓雞 OMG 太好了 嗨 現在是下午2點 十多時間左右 現在來收拾東西 可以看到是 完全是亂到九彩的 甚至這裏 甚至這裏 還有 這裏都夠了 還有 廁所這裏 還有一堆三月清潔 明天不確定幾點會離開 所以就收拾東西 我先把這裏都放進去 現在看到 現在是 好 展示 在一邊 可以看到 這裏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 我都可以看到 一邊 又不是 現在是 一些 有很多 那些床單被鋪就不掉了 至於廁所裡面的雜貨就全部都丟掉了 收拾完了 再多一會才算了 拜拜 最後的晚餐 實在太開心了 我特別去看了一下到底是吃什麼 因為我真的看不出這是什麼 他說是蠔油感受雞粒飯 想不到最後一頓是吃這個 不要緊開飯 今天晚上是在這裡的最後一晚 我而言那刻個人來說都可以的 本身也有點害怕的 真的不知道進來住會是怎樣的環境 但住了一兩天之後 我發現其實都可以 再加上本身我的症狀就不太厲害 到我進來其實都已經差不多是中段到尾 所以其實來得快去得快 這次的隔離日記 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明天就要離開了 有點捨不得 這次的隔離日記 算是一個小小的 Killing Holiday 進來養生之餘 順便養下腦 因為上班真的死了很多老細胞 進來輕鬆一下 大家的同事們 昨天看到我IG或WhatsApp 跟我聊天的時候都會說 在裡面住得不錯 算是一個放鬆自己的親人 明天見 拜拜 早安 今天是在這裡的最後一人 現在在等他打電話來 之後可能就安排我離開了 最後一頓就吃什麼了 是雞排火腿 甘純粒配兩個蒸包 剛才在竹哥灣那邊打電話來 現在是9點10分 他說10點15分就可以出門 然後拿齊所有東西去登記 然後上車都很厲害 所以現在可以在這裡的一個小時 現在的時間是10點15分 已經準備出發了 可以回家了 先關掉拖板 靚靚靚靚的 把牆壁還給人家 搞得我現在好像在這裡 去旅行 最後再檢查一下 到底有沒有遺漏 最重要的是充電器 最重要的是充電器和手機 沒有特別呢 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明天要走了 有點不捨得 又有人想回去上班 我們是甚麼斯德哥兒 斯德摩 斯德摩 不知道 好 曬了所有東西 我離開了 得到指示 現在要離開了 現在很多人離開了 有一堆人在前面 超恐怖 我檢查後 上一套再告訴大家 好 終於回到家附近了 剛剛在車上點了 麥當勞 因為實在太想吃了 很久沒見到那麼多人 暈了在這裡很久 麻煩幫我回家出門 吃飯 吃飯 忘記下眼鏡 好黑 決定出來這邊 終於回家了 YAY 我想像中快 會有任何流程 即是它離營的手續 其實是 到第四、第五天 它就會給你一張 自認通知書 填完之後 檢查上車 等齊人 其實就開車 就走 通過了清衣 然後清衣 就自己搞定它 我的隔離日記 到今天 A8了 終於完美結束 其實 在這個隔離日記裡面 都沒有甚麼重點 好記錄 哈哈哈哈 純粹是記錄一下 自己放假的日子 現在實在太久沒有放假了 有一個放假的時間 是非常開心的 想不到2022年最後的一個月 都確實了 希望新的一年會更好 拜拜